男方 男方 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 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你要想全權監管盛視 就必須和蘇少元監管 大哥 我支持你 你和天威姐 才是最適合的一對 小薇你冷靜一點 為什麼 明明應該嫁給你的人是我 男方 我終於可以嫁給你了 喂 希文 蘇少元 你這個沒良心的 為什麼非要挑我出國的時候 突然結婚呢 哎呀 你不要生氣嘛 這件事情 我也是臨時決定的 蘇少元 你這個狐狸精 你給我滾出來 蘇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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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是我的奶人 我愛南方 南方 南方也愛我 今天 只可能是我跟他兩個人的婚 殺人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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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 對不起 小薇 我都答應成你了 你為什麼要傷害小薇 她是無辜的 不是我真的 不是我 沒想到你的心這麼狠 來人 把他交給警察處理 我看你敢 爺爺 只要我不怕 把我氣死的話 你就這麼做 我爺爺為了報納你外公當年的救命之恩 才逼我全力 這種婚姻我絕對不可能接受 所以我們也會分床睡覺 媽媽你聽我說 看夠沒 對不起 餵 兒子 小薇醒了 好 我馬上來 太太您今天怎麼親自下廚了 對呀 爺爺說今天南方回來吃飯 爺爺說今天南方回來吃飯 我說呢 每次少爺回來 您都親手給他準備飯菜 可他偏偏不領情 對不起 沒事 南方和我在一起 今天不回去了 太太怎麼了 沒事 南方說他今天晚上臨時有事 不回來吃飯 拜拜 我問 dips下 大話 我知不知道 油都逼你們 奇怪 Window ocaly 你看這我每次有事 問題 老爸 你想什么呢 我跟他都还没有 什么 盛南方这个死渣男 不然你这么好老婆不珍惜 行 我坐下来 坐下 你别生气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盛南方到底有什么好的 整天一副死人冰山脸 当年在学校里追你的人那么多 尤其是故意 写个电话 喂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妈 小雅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着 我儿子的房子我不能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下次你们来可以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让厨房给你们准备点东西 你还真把自己当某善家的女主人了 真不要你 小雅 你一个女孩子佳佳的 说话不要那么多多逼人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来教训我 谁知道你和你老不死外婆 用什么握手的方法 糊涂我爷爷 你别逼着我和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放开我 谁啊 你干什么也教训 你都别敢打我 你闻非路教训的那种 放开我一闻 妈 妈 你没事吧 这不是故意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娶的好老婆 不分情供造白 上来就打人 哎哟 南方 我们生娘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怎么起不开这么恶毒的女人吗 南方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马上向妈和小雅道歉 你连我一句解释都不听 就认定是我的错吗 没这个必要 对不起 你外公已经去世了 节哀顺便 自暴自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个道理我十岁的时候就懂了 南方 南方 其实你是不是不喜欢爷爷安婆的相亲啊 这个南方 就因为你把老子开除了 看来老子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了 老子今天就要弄送你的女人 刘种 冲我来 别欺负女人 我去处理 学长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客气 你需要回生病的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没事 你先回去吧 来 所有的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怎么不开灯啊 刚才还和野男人郎琴惬意的 怎么 现在装起神余来了 你什么意思 刚刚那位和我身嫁比你可差远了 你这个如意算盘 似乎打错了 怎么 还想打人啊 混蛋 阮芳 阮芳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怎么 喂 儿子 小薇哥二了 你快过来 好忙过去 天薇啊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 伯母啊 还等着喝你净的媳妇茶呢 可是爷爷 我会让男方离婚 我没有男方活不下去 爷爷他老糊涂了 你在我心里啊 永远都是我的好儿媳 小薇怎么样了 幸好啊 这伤口不深 有发现得早 我去找一下医生问他 好吧 小薇 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还有下次 对不起男方 我一想到你每天要跟那么恶毒的女人 就和我在一起 我就很害羞 你先好好休息 别想这么多 你能不能先来陪我 我应该要害怕 你先睡觉 我 去打个电话 救命 你呀 幸亏昨晚我及时赶到 不然你死在房间里都没人知道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福星呢 反正只要有你在 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怎么了 好啊 怪不得对你不闻不问 原来外面有女人了 瘦男方 幸亏 瘦男方 你呀到底是不是男人 把高伤的老婆扔在家里不管 自己和狐狸精小撒在外面鬼混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你谁呢 老娘叫傅希文 是少爷的好姐妹 你骂谁狐狸精呢 骂的就是你这种黑心大白脸 也就是瘦男方这只瞎脸的大中蹄子 能上了你的当 千年的白骨精 老娘都没有放在眼里 何况你这只刚成了型的小狐狸 还真是柔弱呢 老娘今天废巴了你的耍皮不刻 希文 你冷静点 刘晓妍 马上带着你的朋友离开这里 否则后果自负 你怎么这么傻 人家小三招起你头上来了 你反倒躲起来了 毕竟 是张天威先生是南方的 严格来讲 我才应该是进入他们的那个人吧 胡说八道 她是南方要真喜欢那黑心大白脸啊 当初为什么要娶你啊 娶你又对你不闻不问 这是真的吗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别跟着 你宁愿选择一个不爱你的 也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吗 对不起 学长 我已经结婚了 白芳 我真的不是小三 他们还是没有污蔑我 好了 我一幸无愧就好 好吗 南方 梦 你是去做做少爷吗 我回公司开会 妈 我到了 天威姐在哪个病房 顾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看个朋友 你有空来 我们 我还有事先走了 帮我查一个交付兴奋的呢 不是我 对不起啊 都是我 才害得你被公司开除了 没有啦 老娘早就不想干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 那就请我吃顿大餐吧 今天 你随便点 这可是你说的 走 南方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很忙 就耽误你两个分钟 说吧 那天在医院的事 我替西文向你道歉 还有一分钟 西文他只是想替我打包不拼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气的话 冲着我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在背后搞小动作 害西文丢了工作呢 你说我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不能仗着自己有权有势 就这样欺负别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真的很过分 我告诉你 我西南方做任何事情 都是正面干的 从来都不二人 真的吗 信不信随你 最近公司很忙 所以我要搬出去 终于一段时间 站住 爷爷 您怎么来了 阿佛 是你同意 让张家的人 住自上市的 你明知道他们野心不过 不可能甘心当个小股东 为了一个张昌威 你连我们盛家的产业 都要攻守相送吗 这件事情跟小薇没有关系 你要说野心 哪个元老没有野心 他们的管理模式 只会让盛世一步步走向死胡同 闭嘴 混账东西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就忧得你胡来 去 把我的皮也拿来 爷爷 爷爷 我打你这 混账东西 爷爷 少爷 爷爷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时代变了 南方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如您就放下成金 听听南方的话吧 今天 就看待少爷的面子 我今天饶了你 臭小子 好好想一想 谁才是值得你珍惜的人 喂 少爷 公司通知我回去上班了 不仅赔礼道歉 还给我加了工资呢 原来真不关盛南方的事 都是那个张天威搞的鬼 西文的事 是我错怪你了 这没什么 只是我看不过 有人打着我的旗号 自作主张罢 总之 还是谢谢你 这个药膏对伤口的恢复很有效 你自己不方便 我帮你吧 你不回答 我就当你答应喽 我弄疼电了吗 那我清一调 你出去 不 你 你把那个拿上 你也受伤了 你坐下去 其实我觉得 南方他这个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尽人情的 但其实内心是很温柔的 我相信 只要我真心对待他 他肯定是能够感受到的 是是是 总之呢 你老公什么都好 他瘦南方大概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娶了你这么好的老婆吧 哪有那么夸张啊 反正啊 他要是再敢欺负你 那我就 我 南方 怎么不做的呢 小薇 你怎么也在这儿 小薇 你先别激动啊 你起来的小朋友好不好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来 来 来 坐一会儿 南方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来 来 来 坐一会儿 别管我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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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疯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好 幸好今天还剩十分钟 生日快乐 吹蜡烛呀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吃一口 好吃吗 你可以自己尝尝 嗯 男方 我终于真正和你在一起了 嗯 我 你还想 我喜欢上富山人 生日快乐 是我 马上去查一下苏绍眼外婆家的地址 还有 把副新闻的电话地址给我 别再死缠烂打了 南方永远不会爱上 三年的暗恋 半年的婚姻 还以为终于守到云天见命令 原来 这是一场处处处于的心 苏绍眼在哪里 什么 绍眼又不见了 你确定你没看到过他 老娘这两天天天在公司加班 看到黑眼圈没 我哪里有空见他 一有他消息立马联系我 喂 盛南方你把话说就是带走 死渣男长得帅有什么屁用 哪里有啰 你是一个长腿彩 您已经胡ät 你 那我 該 勉強你幾少爷 快al 爺爺 既然南方他有喜歡的人 不如我們還是把婚禮取笑吧 今天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 你真的甘心 南方和這種女人在一起嗎 我 孩子 爺爺的時間不多了 就算你幫我一個忙 南方適時做我們盛家的孫媳婦 南方這孩子 十歲上就沒了夫妻 外表雖然冷酷無情 其實啊 他真正需要一個 關心他的人啊 好 我答應你 我一定竭盡全力讓他幸福 一一好 你終於肯出現了 爺爺的事 我也很難做 他是我嫁到生嫁以來 唯一一個對我好的人 時間不早了 我們先進去 爺爺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慮一下 沈南方 嫁給你是我這輩子做過的 最愚蠢的決定 現在終於能解脫了 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為什麼好猶豫呢 好 一定 南方 喝點風流水吧 給我去弄杯水來 試試馬上去 等等 原來的東西呢 這是張小姐 來了 來了 給你 你快看看 今天佈置的新房子一樣你看 喜歡嗎 偶人來的東西呢 我扔到雜物間去了呀 誰允許你這麼做的 滾出去 男方 起床吃飯了 今天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盛南方 16年3月15日 没想到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他 16年8月26日 我们结婚了 这傻瓜 到底都能跟着我多久 五年了 苏少爷 你究竟在哪里啊 好久不见 苏少爷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看苏小姐有点眼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应该是记错了 我刚从法国回来 王总 我和苏小姐单独聊一下 行 盛南方 我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啊 我去哪儿 好像跟盛总没什么关系吧 盐盐 少爷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叫人了 只能让你给我放尊重点吗 怎么了 少爷 没什么 跟盛总有点小过会吧 这是我跟少爷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确定要查什么吗 现在少爷是我的人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请进 请罚 我派人调查过 苏少爷小姐 五年前去了法国 用了法文名字 朱丽雅 最近在户国内的 怪不得一直找不到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张小姐来了 告诉她我不在 我去找你 赵小姐 我们总裁有事 他出去了 要不 下次再来 等等 季晨阳 苏少爷回国以后 南方有没有单独跟他见过面 这是总裁私事 我们直接做下手的 我知道 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张天威 好久不见 苏少爷 原来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当然是赚钱了 我跟两位高贵的小姐可不一样 不赚钱 就没饭吃 你跟我哥离婚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补偿金 外面请自便 单队 有事 帮我们俩倒两杯咖啡吧 我们俩可是总监的朋友 放入点咖啡 慢慢品尝 苏总监 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马上开始 行 我知道了 你叫了什么 这位是我们法国总公司 派来的苏少爷 苏总监 原来张小姐自以为是我的熟人 不过不好意思 我好像跟你不熟 走 拍回去了 我送你回去 不必麻烦盛总了 不必麻烦盛总了 不必麻烦盛总监 盐盐 我们谈谈了 不好意思 我哥哥男朋友有约了 你 跟我来 妈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真的会报警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没工夫 你放 爷爷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自从外公去时候 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 别这么叫我 你没这个资格 喂 学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 约会取消了 盛总监 你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资格 带替我取消约会 你把手续还给我 盐盐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我也不想冷静 把手续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你给我站住 喂 南方 南方你不该解释一下吗 小薇 我说过我们之间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已经开始 就准备我们的婚礼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他对吧 这么多年 我给你的感情更像是兄妹而比 说了 兄妹 你现在要撤你放 给我看你十几年的父亲吗 老婆你冷静点你听我说 我叫天威 一定会成为你的妻子 什么事 总裁这是公司赞助的磁碳网会 清帖 找个人替我去 可是我看上面有苏小姐的 你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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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到你该怎么办 南方不知道被那个女的 迷了心窍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别着急 他肯定是一时糊涂 被那狐狸竟迷了心窍 可是我 我 放心 有我站着你这边 盛老太太 您这么着急地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苏少言 看来 我是小看你了 说吧 要多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突然回来纠缠不休 不就是为了当年没拿到离婚补偿金吗 我们圣家 不是小气的 只要你保证 不再纠缠南方 那就开个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要是南方的一半身家 如何 苏少言 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您说的吗 怎么 对不起啊 那就把嘴闭上 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几件的动静 你也配 妈 你在干什么 南方 少言 少言 怎么样 盛南方一接到我的电话 就火鸡火燎的赶过来了 应该没做过什么好戏吧 他来得刚刚好 不过以后啊 也别这样了 为什么呀 这次可是他妈主都来找你麻烦 你不会还要像之前那样 我只是不想跟盛家再有任何瓜葛了 南方 其实刚才妈 妈 不要再去找苏少言了 也不要再张罗我跟小薇的事情 否则 下个月开始 除了生活的基本开支 我不会再支付你跟小雅的信用卡账单 那些赖在甚至吃闲饭的沈家远方亲戚 也将丽可娟铺盖滚蛋 南方 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居然对你的亲生母亲这么绝情吗 妈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她是你儿子我心爱的人 她是你儿子 张小姐 今天真漂亮 谢谢王总夸奖 对了 盛总啊 我记得我邀请她了 她今天应该有点猫 一会就到了 副总 欢迎欢迎 苏小姐 真是美艳动人 今晚第一笔上款 给强交给你 王总 您真是过奖了 到处招呼你 这是个水晶洋花的女人 感谢今晚 大家给王某薄面 参加这次慈善晚会 今晚的慈善晚会所有募捐 都会捐献给 青城市儿童基金会 接下来 由苏小姐 为大家呈现出第一个耳环 这对耳坠底价三千人 请各位踊跃出嫁 一万 五万 二十万 顾总为博美人一笑 果然出嫁更高 二十万一次 二十万两次 三十万 果然盛总一出手就是三十万 四十万 顾总又加到四十万 真是没想到 一副耳环居然掉到四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成交 好 那我在这里就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感谢顺总的爱心 不必了 我们盛世也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这个耳钉 比带更合适 继续带着吧 那怎么能行呢 那就一起喝一杯鲁喝 没想到盛总也这么有情绪 苏小姐的魅力果然不小 顾先生 你跟苏小姐是什么关系啊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她 但是她的心思 都在盛同高学 爷爷 今晚真美 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免得应时大家都误会 误会 怕谁误会 不议人吗 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真跟她在一起吗 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你不认识 是人方你有病吧 我劝你一句 有病就要尽早制服 当初明明就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现在又在这里 假惺惺的故作申请 你给谁看呢 还说是我提出的离婚 我 学长 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对了 少爷 你现在 对南方 我和她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以后也不要再提她 嗯 好 妈妈 你回来了 宝贝 你今天 有没有乖乖地听干妈的话呀 有 还没有呢 这小家伙一天天 稀奇古怪的想法可太多了 一晚上可没有人家很坏了 还不是自己太笨了 别 回 你怎么又来了 是哪个人 人家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地 却在这喝闷醋 傻不傻 什么意思 西绍炎跟顾日然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连孩子呢 我可能会 这是什么 这什么 女人不值得你為她這樣 我愛我 我愛我 這件事成的最愛你了 這件事成的最愛你了 來下車寶貝 學長 真的謝謝你啊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少爺 你以後能不能對我不要這麼客氣啊 來寶貝 顧叔叔說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小月爺 拜拜 你要跟媽媽說什麼 媽媽 我已經長大了 可以自己少爺二人了 今天呢媽媽要加班 晚上放學的時候 跟媽媽回來接你好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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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發布會馬上就要到了 原材料供應商怎麼會出問題的 這個王老闆和原來的李總監關係親密 所以 明白了 不過現在時間很緊迫 我連私心的供應商肯定來不及 這樣 你打電話給王老闆 說我要請他吃飯 我親自跟他談 總監這個人很嚴重 沒關係 去吧 好的 你打電話給我 你打電話給王老闆 喂 西文 怎麼了 少爺 小月爺不見了 什麼 怎麼是 你不認識你 媽媽說不能嘴邊 你要摸上人的東西 我叫順南風 你媽媽蘇少爺 曾經是我的妻子 我不是說你還是我爸爸了 這肯定性非常大 初次見面 我叫書月梨 你可以叫我小月爺 沈南風 媽媽 月爺 我媽 你總算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 媽媽都擔心死你了 媽媽 沈南風 你以後不許再見我的孩子 根不准私自把他帶走 否則 我肯定報警抓了你 走 關於小月爺的事情 你沒有必要向我解釋一下嗎 她是我的孩子 我有什麼需要向你解釋的嗎 那你緊張什麼 來 寶貝 你先進去玩 媽媽跟這位沈叔叔說說話 好不好 去吧 小月爺也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要隱瞞我到什麼時候 那你覺得 你有資格當她的父親嗎 小月爺 小月爺 手續都已經辦好了 明天一走廢吧裡 走吧 走吧 對不起 妍妍 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盡全力補償你們做什麼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心裡還有那麼一絲絲的規則的話 就麻煩你遠離我們 不要來打擾我們母女的生活 除了這個不可以 妍妍 我知道我自己錯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但是我離不開你 盛南帆 你離不開的不是我 是那個被你虐了千遍百遍 還有傻傻為你付出的蘇少爺 你放心吧 同樣的坑 我不會踩第二次的 我知道你很難接受我 但是我不會放棄的 快要遲到了 爺爺 小包你怎麼來了 送你去幼兒園啊 沈南方你又想幹什麼 送小幼兒去上學 然後再送你去上班 放不著 你不是上班來不及了嗎 再說了 身為執行總監 你總應該給上學做好模樣吧 那這樣 你先送他去幼兒園 我自己打車去上班 寶貝 今天放學之後 乖乖等媽媽來接 不許跟這個人走 聽到沒 嗯 來 把書包拿上 看來他還要去很久 我已經要拍好了 以後你放學的時間 程陽叔叔會接你來公司 為啥啊 因為我想跟你多一點時間相處啊 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 嗯 那真的是 是不是不能告訴奶奶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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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蘇小姐 不僅能長得漂亮 身材 也挺好 哎 王總 您真是說笑了 咱們呢還是先聊聊這個 供貨合同的問題 合同好說 先喝酒 氣氛到了 什麼都好說 嗯 王總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間 行 哎 真沒想到 那個小孩居然是南方的女兒 真是搬起石頭擦自己的腳 事到如今 只能盡力想辦法補救了 小月陽 阿姨好 阿姨給你帶了一個禮物 你看 羊娃娃 你喜不喜歡 謝謝阿姨 可是我媽媽說 不能給那個是陌生人的禮物 嗯 阿姨不是陌生人 阿姨馬上要跟你爸爸結婚了 以後阿姨也會是你的後媽哦 阿姨 你不可能當我後媽 小姑娘媽媽又不好了 不可能 他們都離婚了 怎麼可能還在一起 你別胡說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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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事啊 阿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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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走人 你別這麼狠心嗎 送張小姐去醫院 張小姐 行 我自己會走 爸爸 你喊我什麼 爸爸 爸爸你放心 我當一個 走 走走 王總 你看我們這酒也喝完了 合同是不是該簽了 不著急 開個房間 悶悶的 王八蛋 你把我當什麼人了 拿著你的合同滾蛋 你猜我準備下什麼 當然是讓你舒服的東西 你分開 分開 幫我處理一下那個王總 順便去我結婚酒店查一下 每天的事情 別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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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永遠 以後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 發生的 好熱 你不幹 你後悔 你後悔 你後悔了 妍妍 嗯 好 嗚... 中文字幕——YK 南方 早餐好了 我赶着去上班 我做了很久的 你尝一口就好 自己吃吧 爸爸 我要喝牛奶 我要喝牛奶 爸爸 我要喝牛奶 爸爸 快点 妈妈来了 早餐马上做好了 不用 我不饿 昨天的事谢谢你 照顾你为母女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爷爷 我们复婚吧 盛南方 我曾经深爱过你 也恨不过你 但现在的你对我而言 除了是小月儿的 亲生父亲之外 跟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我也不知道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少爷 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谢谢 其实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 没事的 不用给我准备礼物 只要你收下这个就好 学长 你这是 少爷 我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也会把小月牙 当成是我亲生女儿对待的 谢谢你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能接受 为什么 我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的尊敬你 也很感谢你 可是这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 我先走了 顾大哥 好 小雅 我没事到晚 没有 是我来怎么了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 怎么会呢 小雅你出身好又聪明漂亮 这追你的人都排着队啊 可我对他们都没有兴趣啊 顾大哥 其实 小雅 今天其实有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 他很看好盛事的发展 准备入手一些股票 当个小股东 听说你手上有百分之五的股票 如果你愿意出售的话 价格好商量 好 这个 没关系 小雅你要是为难的话 就算了 顾大哥 你等一下 我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小雅 谢谢你 来 坐 什么 你居然拒绝了顾亦然的求婚 他可是青春市排名前三的钻石男 哎 排名第一的是我爸小方 嘶嘶嘶 你一个小嗨家要懂什么 干嘛 你也是单身狗 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 快醒了 我的小月牙 以后我再也不会陪你组队打游戏了 不打就不打 反正我肚子都是个白鱼女孩的青红 嘿你 好了好了 你都别再说了 反正呢我这辈子是不打算再婚了 我现在就想努力赚钱 然后把我们小月牙给人找她 喂 小雅 有什么事吗 顾大哥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听说新上映的一部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你要不跟别人去吧 顾亦然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的 你不会心里还有那个什么苏少妍吧 对不起啊 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和南方从小一起站 我们是所有人眼中公认的一队 苏少妍她凭什么家 那天在福利县城 她差点杀了我 我恨死她 我哥的姑娘虽然都昏了头 我整天跟着那个苏少妍屁股后面混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 就好了 你说什么 小雅 如果没有苏少妍 我就可以和南方在一起 你也可以和桂兰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 不是吗 只要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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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好过的 小雅 你哥哥为了苏少妍 竟然威胁要停掉我们的信用卡 对不起小雅 咱们两个 是没可能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女儿 就好了 苏少妍 你去死吧 小雅 你哥哥怎么样了 妈 妈 哥没事 只是受了点轻伤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你吓死妈了你 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是哪个王八蛋给开着车呀 是 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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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死丫头你 我 我 能不能 有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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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很危险 你为什么要救我 五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 独自面对危险 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威 你们两个人了 我跟她是清白的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做 粗小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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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ishy 我先走了 走 明天来接我出院好不好 哥 对不起 你看刚才粗小铅的态度 那小鸭只不过是一时气 好了 好了 都什麼時候了? 還要幫她說話? 好好看看吧 波姆小雅 能幫她怎麼樣? 軒尾 沒想到你會做出這樣的事來 我對你很失望 你這話什麼意思? 媽 你別跟她廢話了 咱們走 到了,你自己進去吧 必不進去 不去了 我對這兒的印象實在不算好 你幹嘛? 你放開 你放開 你幹嘛? 你放我下來 你放我下來 你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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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這個送給你 俗氣 燕燕,我後來才知道 薛姨草的花語是等你愛我 對不起 你不要再說了 米老鼠好 你好 我們一起玩吧 等一看 你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名字 媽媽 你怎麼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沒有 媽媽只是在看爸爸的日期 媽媽 你還喜歡爸爸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媽媽 今天幼兒園舉行唱歌比賽 我又拿了第一名了 真的呀 我的寶貝 你說 你想要什麼獎勵 媽媽都滿足你 什麼獎勵都可以嗎 嗯 歡迎光臨 現在本店正在舉行情人節特別活動 最佳情侶接本照 和免費獲得情人節套餐一份 還有禮物贈獸 你怎麼知道嗎 爸爸媽媽 你們快聽聽月爺想要禮物 過了我們之後不參與了 不要真的嗎 有好好的什麼禮物都可以的 別人 月爺 不學胡鬧 你答應孩子的事情 可不能食言 來吧 你 曾才 最近一直有人出賣我們公司的股票 而且數量不小 找時間幫我月月李董他們吃飯 他們看著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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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爸 媽媽 你早啊 沒事爸爸在啊 爸爸 爸爸你早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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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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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昏倒了 我立馬送你去醫院 不用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你也不能不顧自己的身體啊 你把小月牙都嚇壞了 爸爸 媽媽對不起 不哭了啊 爸爸媽媽 你們要永遠守住 我一個都不能想 你眼裡醒啊 你怎麼樣 有沒有舒服一點 睡了一覺舒服多了 月兒呢 她已經睡了 然後 嗯 我燉著雞湯 你樂不餓 你還會燉雞湯 啊 跟著手機學的 你要不要喝一點 待會兒咋 哎 怎麼了 可能人躺太久了 腿有點麻 這樣呢 這樣呢 有沒有好一點 嗯 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但是 你還是別按摩吧 管他會行的 你說老婆有什麼好難會行的 呸 誰是你老婆啊 你老婆啊 我聽說 你不是有這種新華人嗎 我會想來 你去說 你怎麼變成這樣 都是要怎麼回家給我 varies there'slara Moninho There's a sign I rule Come on, See-�, you don't need to come. I'll see Tan Believe me. 岳阳 肯定是你干妈来了 你快去开个门 妈妈 西文 嫂子 我们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真的很对不起 小叶牙吧 来 快让奶奶看看 我的鬼孙女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谢谢奶奶 真乖 小叶哪 原谅妈妈吧 之前对你有成见 那是因为我和南风她爸爸结婚 也是被长辈安排的 我知道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是非常地痛苦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再走我的路 您别说了 您别说了 说一臣 我都知道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好 咱不提了 以后啊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来 小叶牙 再让奶奶抱抱 妈 到我了 让我也抱抱 等一会儿 再让我抱十分钟 哈哈 张天威 张天威 你冷静一点 自暴自欺是没有用的 奶泽 杜少爷 我叫我去离开南方好不好 我十几岁开始喜欢南方 我做了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都没有他了 别闹了小卫 他下来 你的妈 你跟他说 你跟他分手跟我在一起 你到了 我从这里看下去 我让你一分手 我在爱你 做的一切我就知道了 别再自貌自己了 别忘记我说 我是爱你的 我他都没有爱过你 知道了 现在一段 总是他这个混音 没有他 你不会说我分手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自以为那段感情就在爱你 直到跟他离婚之后我才知道 到底什么是爱 对不起 我没有早点会得说清楚 不可能我不是 这朋友站着 不是的奶泡 你告诉我不是真的 啊 啊 我 想 不 不 我 不 不 我 不 不 股权转让书 赛南方 我现在以盛世最大股东的身份通知 交出经营权 和走财旨 顾约 看来你今天 志在必得啊 过去 方便问一下原因吗 三十年前 我的母亲顾清明 和令尊盛业本是一对情侣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谁知道盛家 拼命地拆散他 逼盛业和审视小姐临 完全不顾当时我母亲已经怀有身孕 原来你就是 死那之后 我母亲一直郁郁关怀 在得知盛业意外去世之后 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我现在精神错乱 发病的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这一切 都是被你们圣家所赐 我父母的婚姻的确是个错误 但那也都是上一辈的事情了 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那现在呢 我喜欢了少年这么多 可他把心思全部都放在你身上 虽然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 一人不愿意 多看我一人 少年喜欢谁呢 是他自己的生子 我们可以公平进去 不要再说了 下周股东大会 就是盛世易主之事 你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怎样是很麻烦吗 爷爷 如果明天股东大会上 我变得一无所有了 怎么办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能够东山再起 大不了 我养你吗 敌人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多少给他们多少 你从小雅和张家手中拿到的股份是 你从小雅和张家手中也在许多 在南方今天正式向苏绍颜小姐求婚 无论是健康或是基地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我都将一生一世守护你 保护你 直居直吃 对 这五年来我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就像有一天 能够清楚再帮你戴上 变远 对啊对啊少爷 你看他态度这么诚恳 以后肯定不会再欺负你了 我想说的是 这男的心无觉前的 接着都不埋着心的 名片就是买 那好吧 那我就给陈达一 都搭给你 那不然了 好 不然了 日星期天 让妈妈都睡一会儿 大懒猪快起来 你说好的要带我去游乐园 爸爸都把早餐都给做好了 哦好吧 哇早餐这么欢声啊 谢谢老公 好 怎么了不舒服吗 那个 月严 可能要有弟弟 天的吗太好了 我要找电话干不干嘛和奶奶 嗯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